那些就是马贼 大马贼是你小师弟的事 此刻你应该过来吃肉 小师弟会有危险 王原本就是他的家 想来他不至于太过狼狈 他以前也许很狼狈 但他现在是我的小师弟 我便不会再让他狼狈 宁缺带书院学子出征北荒 正独自一人勘察地貌 哪想刚先开这芦苇 就建议女子缓缓吞去外衣 不由让宁缺心头一喜 却不想这口水声被女子察觉 当即双手结印 一掌拍打在宁缺面门 大胆贼院 女子便是墨池院的山主 天下三吃之书吃 墨珊珊宁缺知晓对方身份后 赶忙拱手以道歉 我刚才真的什么都没有看见 我是说我刚才看到了 一道特别特别美丽风景 墨珊珊面色一羞 从未踏出过墨池院的她 哪里会见过这般厚颜的男人 只是见宁缺身着唐军降袍 本就对那书院十三先生 向往已久的她 并未多作责怪 只是好奇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钟大俊 见男子不是十三先生 墨珊珊索性放弃离去 只是宁缺刚离开不久 那越伦国白塔寺的弟子便前来生世 说自家曲尼师尊 看上这片修行之地 而等时区便速速离开 墨池院虽说都是女子 可都骨子里透着那一道缸 花出路神家又怎样 难道就可以抢抢别人的地方 小小年纪 不知轻重当心 祸从口出 只可惜这女子皆是嘴硬亡者 这僧人手中亦敢扶魔杖出手 急事迅速 墨珊珊还不及结印 便已是有数名姐妹倒地 眼看那师姐将被抱头 忽见一柄坡刀掠过 宁缺这一身红衣战甲 如似战神灵凡 以迅雷不及之势 将那坡刀驾于僧人向上 仅此一计 便是让墨珊珊出了神 只可惜他心早有所属 那个排行十三的书院先生 你这是偷袭 说对了 不服 再战一场 也得亏这棍僧也不过是那不惑境界 同等级战斗 宁缺早已是不放在眼中 近身博弈 拖刀转动 不过一招 这僧人便是落败 请问阁下高姓大名 我叫钟大隽 钟大隽 书院弟子钟大隽 唐突了告辞 这五僧四级那上演英雄救美的拖 再一次肯定此人不是宁缺 墨珊珊索性转身离去 唯有这一众姐妹 早已被这帅气逼人折服 原来他是书院弟子 也不知他和那人是否消失 转眼次日 各宗门派来剿灭魔宗之人尽数到齐 只因自家徒弟受虏 白塔四驱逆宝贝对墨珊珊冷眼相对 当得知前线战士告急 急需粮草 续派一队人马护送粮草先行 这有何难的呀 还不如委托大和国的 墨池院的墨珊主 如何 凭什么是我吗 我们只有这些人生 还都是女子 出了危险怎么办 你们墨珊主 连我白塔弟子都大声了 还怕危险 墨珊珊自是有那傲气 听不得这老夫怪其阴阳 何况墨池院在世人眼中上有几分威望 倘若不应成此事 岂不由辱师妹 军令状 千下便是 一旁伪装侍卫的宁缺 担心众妹妹安危 直言自己熟悉这北荒地貌 自告奋勇陪护众人一同前去 趋逆见宁缺只是不惑境界 索性也懒得阻拦 毕竟这护梁一路 早已是危机四伏 墨珊珊如似白结莲花 哪知晓识人险恶 漫不经心的押韵食粮 沿途休憩之机 还不忘林摩十三先生的鸡汤铁 莫姑娘这书吃的名号 果然名不虚传 写出来的字和我的有点像 就你那烂字 怎么跟我们山主媲美 当今世上 除了你们唐国 有一位书法大家 我们山主 还从未将其他人 抱在眼里 主师姐 宁缺文言不经自喜 想不到鼎鼎大名的书吃 居然也是自家弥媚 带小子我暴露身份 岂不下事而等 殊不知自己早已被人盯上 无数马贼从四面八方包抄而来 只是这马匪 似不着急动手 竟在四周安营扎站 见其招式动作严格有序 料想绝不是普通贼人 用什么方式抱贼 伤马斩贼 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